大家好,又是金秋進寶的時間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 一個人一邊聽音樂一邊慢慢自己做 又或者一家大小一起玩的節目 就是做一個古法鹹湯丸 一家人圍在一起做湯丸 是很熱鬧、很溫馨、很開心的 每家做鹹湯丸都有不同的材料 這個古法鹹湯丸有一個特別的食材 就是用大地魚做湯底 大地魚可以在華人超市買得到 如果你買不到大地魚 可以放多一些蝦乾和乾瑤柱 都一樣很好吃 湯底裡面還有冬菇臘腸 我還放了紅蔥頭、小小蔥、薑 蔬菜方面我選了大白菜 因為甜甜的 你看看,我們貓貓、Beans 都很喜歡吃這個菜 鹹湯丸全靠湯底的味道 所以這個湯一定要做到夠香夠濃 大地魚做的湯底就有這個功效了 先來煮一煮滾水 然後將大地魚在火上燒一下 燒到有一點點洞洞就行了 你會聽到嘻嘻聲 也會看到有一點油的冒出來 然後你拿去沖一下水 將它放在滾水裡 慢火鍋煲30-40分鐘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準備其他產品 將臘腸切片和蔥頭切碎 剪掉冬菇 把大白菜切成一块块 配料做好了 开粉 我们家六个人 一般来说一包粉就足够了 记住要买这种绿色包装的糯米粉 我今天做多了一点 可以放在冰箱 以后拿出来吃都可以 先用少许热水开粉 拌均匀 然后再慢慢加水 不要一次加太多水 慢慢搓慢慢加水 搓到这块粉够软熟 又不是很粘手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下 将这块粉搓成一个汤圆 如果不成型 表示这块粉还要多加一点水 要继续搓一下 尽量吸收水分 够软熟 这样就可以了 夹少少干粉 将它搓成 幼小的长条 然后用剪刀 将它剪成一粒粒 用手搓软 可以两粒或三粒一起搓 也可以 咸汤圆 因为里面是没有馅 所以不要弄得这么大个 太大个就好像吃整块粉 好像珍珠 那么幼小 口感很坚硬 初汤圆的时候 可以叫一家大小一起来玩 这样就很快了 而且还很好玩 眨眼 初汤圆 可以开煮了 鲜起铃鱼 和光瑶柱 連同浸泡他們的水一起倒進去 蓋蓋煮10分鐘 然後加青菜 兩三分鐘後就熟了 把所有的食材都撈起來 然後可以調味 加一些鹽、糖、胡椒粉 如果你的大地魚湯味道很濃 可以加一些水 水滾之後 把湯圓倒進去 攪拌一下 蓋蓋 等水滾 再攪拌一下 湯圓浮起來的時候 就熟了 你看這個鹹湯圓 材料夠多 湯圓粒粒好像珍珠一樣 真的很可愛 湯的味道很濃 令我回憶起濃濃的家鄉風味 在這個秋冬季節 你們都可以一家大小 一起做這個古法鹹湯圓 又好吃又好玩 更加溫暖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視頻 請你記得點讚留言和分享 下次再見